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,不确定性明显上升,中欧作为两大全球力量,保持战略沟通,增进战略互信,拓展合作共识,有助于推动中欧关系,持续健康发展,也为国际局势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。 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,意义重要,广受关注。我们希望欧方同中方想象而行,确保会晤顺利,成功举行。 关于乌克兰问题,我愿重申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,根据事情的是非取值,做出自己的判断。 中方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为缓解局势,推动和谈,防止人道主义危机,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同时,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的决定自身外交政策,不应强迫别人选边站队,不应采取非敌即有,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做法。 尤其要抵制冷战思维,阵营对抗。 中国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对这一问题持相同立场。 现在的问题不是谁要帮助俄绕过制裁,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同俄的正常贸易往来,已受到不必要损害。 还有一些势力企图借制裁,激化矛盾,分裂世界。 我听说俄罗斯级指挥家因为拒绝谴责祖国,而被某西方国家乐团开除。 俄罗斯电影被排除出评奖活动,大学里停止讲授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著作。 因为俄罗斯坦克上印有字母Z,在一些国家连展示字母Z都被视为违法。 西方政客常常挂在嘴边,说文学无国界,艺术无国界,音乐无国界。 他们还说私有财产,神圣不可侵犯。 那这些作家,音乐家,他们何罪之有呢? 还有俄罗斯,那么多个人的财产被冻结,甚至被没收。 他们西方这些政客挂在嘴边的这些原则都到哪儿去了呢? 这些疯狂的做法,对推动局势降温起不到任何的积极作用。 我们希望各方都能冷静下来,把精力集中在劝和促谈,而不是升级制裁,激化矛盾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